好的 主播給觀眾 TVBET採訪男隊持續在花蓮市的天王新大樓 為您掌握目前最新的搜救情況 這張主播剛剛提到了 確實在大概下午的3點45分的時候 是由搜救隊員的隊員 他們有發現到了最後一名的受困女子 那這名女子是在今天早上發生第一次地震之後 是重新進入到大樓裡面要來救她的寵物 但是沒有想到之後又發生了地震 之後所以可以看到天王新大樓 出現非常嚴重的傾斜 那可以看到搜救隊員的隊員 都是不放棄任何的最後一次的希望 終於在大概下午的4點前 找到了這名女性 而且是有發現到她的 因為第一時間是沒有辦法跟她聯繫上的 而且同時也不知道她在大樓的哪一處 不過稍早在這裡的搜救的大隊長 有公伯們表示 目前搜救確實進入到一個比較艱難的階段 我們來看一下現場 我可以看到在我後方這個位置 這個消波塊比一個小時前的數量是增加的 那個消波塊原本是大概現場是在4到5大塊 現在可以看到有將近10塊 最大的原因主要就是因為到現在為止在花蓮這裡 余震還是相當不斷的也就造成說天王新大樓是持續的傾斜的 那目前土木技師對於這個大樓的評估呢 已經評估她會比今天早上所傾斜呢 已經傾斜到了4.6公分 那他們是說呢 如果這個大樓持續傾斜到6公分的話呢 那在這個搜救的部分要如何的呢 可以把這名受困女子救出來呢 就要進行重新評估了 不過現在確實是要跟時間來賽跑的 因為可以看到呢 現在下午5點鐘的一個情況呢 太陽已經逐漸下山了 所以搜救大隊呢 也趕緊的調派向國軍提供照明設備 已經進出到了現場 不過就像剛剛提到 其實這個搜救的難度是持續增加的 因為其實呢 這名受困女子現在是沒有生命跡象的 但是呢 它現在卡帶的位置呢 確實是讓這個搜救的過程是有些難度的 因為呢 哈蘇州的這個空間呢 哈蘇州卡的空間呢是非常狹小的 這等於說呢 其實只有大概兩到三名的重難隊伍隊員 可以進入到這個大樓裡面呢 而且透過這個工具呢 小心的把一些破壞水泥的這個結構 但是一方面呢 又不能破壞的太大 因為就擔心呢 會對於這整個大樓的結構造成更大的影響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呢 再加上在這裡餘震不斷了 只要一發生餘震的情況 現在現場的警報呢 就會想起那從在大樓裡面的這些搜救隊員呢 就要來暫時性的撤出 所以就等於是說呢 一邊進入到挺近 但是呢 如果發生地震的時候又要再撤出 等於是說 其實呢這個搜救的過程呢 是相當的艱辛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呢 雖然剛剛已經發現了這名女子了 但是日記可能還要花個大概三到四個小時 可能最快也要大概傍晚的七點之後 才有可能如果也是希望呢 能夠傳出好消息把她來救出來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 現場這個太陽已經逐漸要下山了 所以包括呢 搜救隊的隊員 還有包括國軍弟兄 這裡呢也是加緊腳步了 那TVBS訪問 會持續在華裏為您 掌控任何最近狀況主播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請記下載TVBS 請記下載TVBS